姐 人呢 估计还没有来 你不是跟她约好了吗 姐 英华姐 来了 姐 你还好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吃坏肚子 我冲了一个小时 让你帮我倒杯水吧 英华姐 你这样听起来 像是肠胃性感冒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我等一下请人帮我去诊所买个药就可以 这次我律师帮我拟好的股权转让书女看一下 姐 你看过就好了 合约这种东西 我也没有比你了解 他们对方律师是已经看过 大原则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等他们签词就好了 不是说过不要用这件事情买股份吗 怎么还配东西接不去买啊 而且现在李院长已经回来了 我们就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不就好了吗 这叫做备案 董事会这种东西我家里公司也有 都是一群重利益的老狐狸 我跟你说 这东西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产生 而且收购医院对我们家族事业来讲 也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你不用想太多 不用有压力 如果你们有其他的考量 那我就不再多说什么 对了 姐 我买你最喜欢吃的挂包 还加了酸菜 都是你最爱的 那远一点 对哦 你肠胃好像不太舒服 那我就自己吃了 好 那人姐我叫你拿远一点啊 殷华姐 你等一下有空 可以跟我们去人泰做个检查吗 好不好 来 检查 殷华姐 曹律 你有问题啊 不是这个问题啦 哎 你们在啊 学长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我姐 月英华 姐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 陈俊阳医师 跟业语院护理师 你好 你好 这个送你们吃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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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恭喜我 嗯 恭喜你怀孕了 姐你成功了 我要当舅舅的 对 谢谢 当然是真的 这是你的检验报告 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门诊的时间 到那个时候我会再帮你做更详细的检查 谢谢 姐太棒了 恭喜 恭喜 好可怕 认诊高血压 应该没有并发其他症状吧 目前就报告上面的数值来看 英华姐的血压偏高 不过好在 没有警测出尿蛋白跟水肿的现象 我姐好不容易才怀孕的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你也先不用太担心了 虽然是认诊高血压 不过发现得早 也没有水肿跟尿蛋白的现象 不然引发子电弦症的话 状况会更麻烦 但我们还是要预防最糟的情况发生 我姐又是初次怀孕 她年纪又高 现在虽然是轻微 但我们还是要妥善的控制 严重的话 还是会强制停止我姐怀孕不是吗 是这样没错 总之我会先开立一些口服降血压的药物 帮助她稳定血压 如果英华姐愿意的话 我是建议她先住院 多休息减少活动量 当然她的工作方面都先暂停 这样就糟了 还有一些股东还会洽谈 这方面也只能请我姐出面 你怎么现在在说这些啊 你姐的状况你应该很清楚 她就是应该要多休息 你现在是想这些的时候吗 因为现在杜医师就出状况了嘛 如果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忙的话 我们不是更应该要站出来吗 而且如果医院真的换人当院长了 小琪你就真的 我怎么样不重要 月音姐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让你姐跟宝宝受到任何一点危险的话 那是本末导致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你会更加的后悔 这是你希望看到的吗 我只是希望两件事情都可以圆满 谁不希望 但现在的事实就是 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不是吗